颁奖仪式,杜兰特拿过奖杯,勇士老将们面容尴尬,渣渣偷描库里勇士全员在庆祝着冠军,亚当·肖华拿来了总决赛MVP奖杯,当他宣布施凯文·杜兰特再次当选后,勇士队的球员们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表情,首先科尔先是很严肃,然后不自然地笑了笑,而后汤普森的表情更是耐人寻味, 而站在杜兰特旁边的库克和贝尔则是非常高兴,疯狂地向杜兰特庆祝,渣渣帕楚里亚的表情似乎也很严肃,并时不时地投苗旁边的库里,值得注意的是,勇士队的老将们或多或少还是希望库里拿到MVP的,赛后科尔也表示,怪自己没有投票权,由此看出,和库里一同经历2015年冠军的那些人, 对库里的感情要远比杜兰特深,他们或许知道这一次MVP的措施对于库里的意义,看上去轻描淡写,实则库里不在意是不可能的,库里总决赛的表现足够伟大,并投中了9G3分创造了总决赛的记录, 他理应获得这一次荣耀,不要因为G3的一次表现就全盘的否决,或许对于库里来说,他以后和杜兰特之间,总会隔着一层杀, 其实在比赛中不难发现,库里和杜兰特要说两个人没有争风吃醋是不可能的, 他们在场上有时的表现是骗不了广大的观众的眼睛的,总决赛结束了,或许有杜兰特的存在库里,永远都无法获得FMVP, 但是这是库里自己的选择,他可能过两天就会淡忘这,断剧情,他在前两年总决赛失利之后,亲自招募杜兰特加盟,库里这次或许有些在意, 但是他并不会影响到队友之间的氛围,而勇士只有团结才能走到最后,要不然很可能会分崩离析。